大家好,现在我们位于鸟语花香的新西兰 这是我们女子团体J沙艺的第一次海外之旅 至于我们这个团体从何而来 恐怕要从我们到达新西兰的第一个晚上开始讲 那一天晚上我们喝多了 这两瓶混在一起,既便宜又好喝 晚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角色扮演 少男人,这是咱们张村新兰的王蛮 以后就给你们家馆,清洁卫生了 擦玻璃擦的好吗?贼干净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蛮朴实的性感在里面 就是其实巩俐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吧 就是秋菊 你见过这个吗? 啥的?红酒 红色的酒啊 这个咱们那外国人都喝这个 红色的 不健康 咱们那都喝那个透明的 半夜5点的时候出去买了泡面 泡面汤最要喝的 凌晨汤啊 蓝面家吃了 你买海带都吃了 凌晨6点的时候,我们喝到丽兴阑山 说唱担当义,决定独自出去晨跑 事后,我们从他的手机里发现了这些画面 很idence 早上去跑了 日子,天 R wake up 头发一段英文的语语 于是说好了 我们一定要跟酒精say goodbye 我们现在出来觅食 然后因为昨天晚上实在喝的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发誓一定 不喝酒 绝对 不喝酒 一起喊 不喝酒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喜欢占便宜的心理 还是占据了上风 就是刚才我就是什么都不喝 然后来了以后 这儿的服务员跟我说 就是这儿的Margaretta 你要点套餐的话就两块钱 然后就八块钱 让你点太划算了 我也觉得太划算了 咱们喝吧 Cheers guys Margaretta JCI的三位成员勇于突破自我 不断地从美妆 cosplay 以及歌舞技艺上面 寻求新的挑战和新的高度 女生宿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给对方化妆 现在呢 我觉得女生化妆很重要的一步 对大家会忽视的呢 嗯 就是其实我们每次都要画一个内眼线 尤其是眼睛大的女孩 大家看好了啊 其实就是这样的 哈哈哈 一定要呢 把节目 睫毛的根部也填满 看美一下 哎 王先生你真是我见过脸最臭的人 你看一下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你要我拍这组照片 我主要是就是 他幻想到小背心以后 这样我觉得说 他罗罗的臂膀 让我想起了一位美国的rock明星 我看名字有50分 53 还弄这还黑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好笑 好像有点钟 我再挑黑一点 哈哈哈 我们在新西兰 做三个 我们很开心 我们很高兴 yo yo 新西兰就是我们的天堂 这两天呢 是艰苦卓卓的拍摄 但是 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美景 今天 新西兰 新西兰的天气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大马太阳 我们是 JShie 我们新西兰的剧组 然后他们内部介绍我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我的 他们说你是一个star 外国人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巨星 从我老公到这里的剧组 他们新西兰的剧组都特别的环保 水都是 一桶装的水 然后用这样的杯子接水喝 对 这点实在太干净了 我都不敢在这儿掩尿 你 他们看着你 爷爷 那个 Grandpa 说 Let's go 对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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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闪闪亮亮的 现在就是个公主了 有脚像石一样的公主 有脚像石一样的公主 你看我脚是不是一个白默人 我们把我们的巡视欺负成了这样的脚 现在就有点像就是那个盲井里面王宝强的那个角色 盲井 大家看一下我的脚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沙画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就是 以前那个他的那个慈善video里边那个非洲小孩 哇你看还闪着光呢 Ralph looks so cute You are the flower with me 新西兰的这些小绵羊都不怕人 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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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羊羊真的是有反应 我就真的是见了鞋 Holly Laya 我觉得外国人真的特别逗 因为他们会给养起一个特别特别人名的一个名字 比如说Laya 就好像是我们管咱们的一只狗叫做李志明 OK朋友们我现在在一个奥克兰的派对上面 Laya You guys all need to be in Beijing Laya Laya We'll take you around Laya You will have the most authentic experience in Beijing Laya 五天过完了 我想我们女子团体JSAE 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我们是JSAE 我们是JSAE 你也不说我说了我只说E的部分 当然还期待着下一次为大家表演 我们下期见 我是J 你是韩 什么呀 我觉得我有自己的名字 我是SHA 你是SHA 那就是JSAE JSAE OK 1 2 3 我们是JSAE